有幾個按鈕還沒完成的 就是這個新增資料跟全部匯入嘛對不對 那新增資料是新增一筆資料 比如說我現在輸入這一筆資料 我就要 寫 直接寫到那個 我的 SX資料庫的話 那我要該怎麼做 裡面按下去之後的話 會牽涉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 我要用一個元件叫ADO 利用它 才可以有辦法 寫資料到資料庫 因為如果沒有ADO的話 那我的資料是無法寫到SX資料庫的 也就eSale本來是沒有辦法 存取資料庫的 那為什麼可以 就是因為 靠ADO這個元件 他幫我有點像軟體零件 本來你沒有辦法上網的 你就買一個網路卡插上去電腦就可以上 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就可以跟什麼跟SX資料庫溝通 但是ADO怎麼跟 跟資料庫溝通 就是透過什麼 SECLE語言 SQL 那SECLE語言怎麼溝通 特別注意就說 其實這邊 假如說我今天要寫一筆資料 比如說我現在的資料 最後最後一筆是 100 1246 對不對 如果說我要新增一筆資料的話 當然你不是在這邊 Key 如果ADO怎麼跟他溝通 基本上 接下來請各位切到這邊有一個 資料 這邊是資料表 上面這邊有一個就是 這邊有一個切換的地方 切換的地方 你可以從 這邊切換到查詢 因為我們要到查詢 你可以從這邊切到查詢 或者是說你可以從 資料本來是資料表 建立 建立裡面找一個找一下怎麼找一個查詢設計的 所以 記得從這邊好了 從建立 建立一個叫查詢設計的 就是查詢 OK資料表再來查詢查詢設計 那進來之後的話 請各位看到 你按一下建立查詢設計之後他問你說要不要顯示哪一個資料表你選擇關閉不要 什麼都不要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關閉之後的話請看一下 這個上面會出現一個什麼 SECLE檢視 也就是說 ADO怎麼樣跟資料溝通呢基本上就是透過這個東西 SECLE 那我們可不可以自己下語法呢 當然可以啊 也就是說 ADO怎麼跟 這個